新北市淡水河的曼哈顿计划现在有了新的进展 由企业捐赠的远雄左岸桥 在三号晚间正式启用 新北市长朱立伦 远雄 董座 赵腾熊等人 共同出席了启用典礼 朱立伦特别强调 这是新北市第一座景观跨题桥 也是国内第一次产观合作的成功经验 未来渴望成为新北市的新地标 用力踩自行车灿烂的LED灯光 投射在丰盘设计的桥上 揭开典礼序幕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亲自到场 支持着第一座产观合作的景观跨题桥 让企业的力量进入政府的一个施政里面 尤其是大家今天看到的一个左岸跨题桥 让我们整个大双河地区的市民 能够直接走到这个河堤外的这个大都会公园 让大家能够非常高兴的能够清水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里程碑 位于中永河河岸旁有远雄规划 新北市指导的远雄左岸跨题桥 赤枝3.5亿长400公尺 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打造 这座跨题桥连接公园道路 再加上智慧建设 总认养经费达到20亿元 新北市双河这个地区 要找这么样大的土地是很难找 所以因为它有到5万6千多平 所以就比较好做出一些特色出来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是一个最有效力的 让民间能够去整合全世界最好的这些东西 左岸跨题桥串联1300公顷的河滨公园 建商与市府合作 用意在共同打造生态花园城市 让新北市民众又多了一个假日 亲子同乐的好去处 欲见TV前天群红旗宇新北市报道